今天就来到了青麦 因为这边青麦有很多大象 所以说就选择以德大象营来探一下 保护大象为一德宗旨 所以说在这边建的大象营 据导游说这里面移动有130多头大象 因为跟其他大象营不同的是 它里面就是让它保持一个野生的状态环境 就是你不能喂食不能触碰也不能洗澡 大象不能给你提动任何的娱乐 所以说你只能在这边欣赏他们的原始状态 所以说今天就来到这里 那我就来这边看一下 这边到底是真的原始 还是以这个保护大象的主题来作为的赚钱的目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探一下 他们应该全都是这里的志愿者 就是专门运送食物 然后送给那些动物们吃 来这边大象营的话 90%都是以白冷游头为主 所以说他们对于保护动物质的理念 这边还是非常心静 可以看到后面的山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还有旁边的大象围绕着你 真的是非常舒适 在整个活动期间的话 都会有一名导游就带着七八名游特 就是一层一层来参观一下 同时他会给一些讲解一下 大象的习性生活方式之类的 现在就已经正式进入这个园区了 那就等随着导游的步伐 然后去参观大象 对吧 这首位大象就这么看 ok when she come in she love to stay in the pool we have to always lost the pool always love to stay together also ok hi jenny hello and the one is over there when when she come in we move ok because she's a blind elephant she cannot see anything oh ok I want 这边大象的话 根据导游的解说基本上都是有残疾的 要么就是腿有伤或者眼睛是瞎掉 所以说需要跟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也就是遵循他们的生活习性 只能保持这个距离远远的端往大象 就是不能套近什么都不能做 就只能观察他们 这也可以说是尊重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性 就是没有任何的娱乐项目 谢谢 life is so sexy 做得好 做得好 这就是因为它很好哦 我们也给他们的饭饭 饭饭是一种笠菜 糖果汁 水果 鲁鲁 鲁鲁 我们的饭饭在过程中 有些人会好的 有些人会不好 但现在她喜欢饭饭 这边我们有两个孩子 大致的流程就是 但是导游走到大家旁边讲解一段 她叫什么名字 她多大 她几岁 她哪里有伤 然后就简单介绍一下 拍一下照 然后就接着去下面的大象 看一下重复类似的流程 怎么说呢 说无聊还是有点无聊 大象宝宝现在食物都来了 看着妈妈 她走得很远 看着妈妈 她走得很远 大一下基本上都沾得比较分散 所以说需要一沾一沾去探 也只能感受一下这个氛围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她已经失败了 因为她已经失败了 她已经失败了 她不想分享 妈妈 不想分享 你已经吃了 然后每个游车的话 遇到每个大象 都会跟他们拍一下照片 然后导游帮忙拍一下 项目 直到现在 她怕超开 还给她弄 few的 下来了 下来了 哇 可以看到的大象在把泥水甩到身上 相当于护肤霜一样的效果 走走探探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他现在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然后他整个半天流程 还把我托了一顿饭一顿饭大了 只有素食其他都没有 看一下这边的素食餐饭都有哪些食物吧 拿药先尝一下 炒蔬菜 这好像是古豆糕 然后这边是什么啊 这边好像是巴黎 这边还有一些青菜 算有点像豆豉 但起不豆豉 应该是豆豉品之类的 这边还有一些沙拉 水多还有一些春菌 这个食物的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 今天参加的半日大象营救全部结束 主要就是从酒店用车来接你 然后到这边 然后导游带着一群人 一顿一顿的大象 他也同时站在大象旁边 先讲解他们的遭遇啊年龄啊 以及这种状况 然后趟完之后差不多九十分钟吧 然后就回到这里了 然后等待吃饭吃完饭之后 就把你用车送回去 那我觉得吧 因为这个营的话 主打的就是一个保护大象嘛 所以说基本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但相比较其他有娱乐活动的话 它只要1700泰铢 但这的是确实有点贵 只要2500泰铢 其实说实话是真的比较无聊 而且我觉得这里也并不是很保护大象 可以看到当大象走出一定范围之后 那的动作能源 我把它驱断到原来的位置 因为不能让它走的范围太大了 所以说最好保护大象的范围 就是不要参加这些大象营 那今天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